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是你瞎编的 哪敢哪敢啊 只是每次走这条河道都 甚得慌 你最好老实点 还有 确定这面具没问题吗 当然啊 这面具能改变全身样貌 包括声音、气息等等一线 我用它潜伏血吸松多年 连长老都无法识破 诶 这就是业葬的样子啊 我自己都认不出了呢 面具一旦戴上 就会和您的皮肤融合 只有您的灵气才能摘下它 灵气 妙啊 有了它 我白小春就能在血吸松畅行无阻了 诶 对了 你赶紧给我讲讲血吸松的背景 你能穿吧 呃 血吸松传说 在远古时期 用神秘巨人远命通天河底 垂死之际 他带着满枪不甘余愿分 挥掌向天 而这一场 正是后来血吸松立派 知根本 说书呢你 嗯 故事编得倒挺溜 照你的说法 血吸松不就是只手 啥 前面 前面就是血吸松山门了 我还是会出无代理陪着你吧 如今血灵二宗争斗不断 山门设下多种禁止 宗门传送的验身阵法怕也加强弱 您自个儿都加小心 哼 放心吧 如果我有什么不测 你也跑不掉 好 正所谓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血吸松 我来了 这是 血气共鸣 身份却认了 业造 血吸松内门弟子 怎么又有这种熟悉感 你送全对战的时候 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是我的不死攻在感应这些血气 难道 不死攻和血吸松 有某种特殊的关联 有某种特殊的关联 前辈别急 这是血吸松的传送法阵 我们正在穿越武功前往内门 我们正在穿越武功前往内门 对了前辈 你千万千禁 入烟以后 此地便会沦雷 彻底的魔窟 啊 魔窟 你俩 你俩那儿 凶什么嘛 凶你咋的 就你这修为也敢跟我支撑 哼 要不是我需要前夫假扮 就凭他这修为 还敢跟我哼 血吸松是个只讲究个人实力的地方 都是吸软怕硬的主 主子得处处小心谨慎呢 别跑 别跑 站住 别跑 再给我偷出去 这 到底是个什么灾难啊 老子趁热会是哪 还是灵犀总好啊 大家其乐融融的 目前宗门边界紧张 赐封内门弟子 都必须通过师封许长老的检查 才能返回洞府 我家少爷执法严格 谁若不从 谁就是宗门叛徒 灵犀宗奸细 白小春同党 我呸 那姓白的敢来我们血犀宗 看我不把他生肚活剥了 你就吹吧 据说他当时在允建深渊大开杀戒 不留火口 你敢杀 我 我还是多远点吧 你也是我家少爷的 正老 发现一个刑际可疑的家伙 本少瞧瞧 徐 徐小山 本少的名字也是你随便叫的 你这家伙鬼头鬼脉 又很面生 叶藏 你还活着 怎么回事 回禀少爷 此人名叫叶藏 允建深渊围角白小春时 他也参与其中 但其他人都死了 只有他还活着 说 你和姓白的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 我没有啊 这个阿子 已经暴露了你在心虚 徐长老 只要你发话 我立马出道这个叛徒 本少曾与白小春交过手 那种敲骨吸碎的畜生 绝不会放过一个火口 为何唯独你死里逃生 赶紧交代 其实 若非长老您亲自询问 小人 是绝不愿意在一起 那惨烈的一战 如今那日 早已身负重伤的我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同门 一个个在身边倒下 叶藏本想壮烈此事 战死当场 可那白小春的 他居然 用尽那些非人的方式对我 我 就这样 我承受了别人 绝对承受不了的 虚弱 从死人队里 苟且偷伤 是叶 叶藏发誓 一定要为战死的诸位同门 报仇 让他们九泉之下 你能瞑目 说够了没有 此丑此合不够待见啊 究竟是怎样悲惨扭曲的经历 竟能令我血腥拿而落泪至此 但我职责所在 想进内门 弟子毕竟回来晚了 回头我把允界内搜刮的零食 一并送到您府上 罢了 你进去吧 佩服啊 看来前辈比我更适合在血腥宗生存 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 可以苟且到极致 这家伙是在忍辱负重 靠意志前进的 这 这才是真正的王者 叶藏 未来可期 血腥宗的生存法则 真是与众不同 快 快让开 是血梅少主的乡架 血梅少主本身出身高贵 但是中宗老祖无极真人的毒女 后来表情里 这次又在上古灵突 成就弟妹巅峰 待他既为中风血子 到时便会独掌一风 更是地位超然 是他 你这个禽兽 我要杀了你 狐狸 你竟敢直视血梅少主 自己选 要眼睛 还是要命 这货是疯了吧 看来得找个合理的解释 才能脱身了 在下只是被血梅少主的因子所倾倒 才一直迷了眼 怎么回事 是血云 天哪 那位也来了 宋缺 这下有好戏看了 是他路相逢 中风血子之争 提前热抢了 宋缺注击只有八草 哪配跟血梅少主争斗血子啊 没见识 真是担心什么来什么 怎么这几位今天都被我撞见了 还是站远一点吧 万一被他们认出来 叶师弟 你看好哪一边呢 都行都行 都行 宋家世代盘踞中风 岂会轻易放手血子之位 何况 还有宋缺的小姑 如今的中风大长老宋军晚坐着 让开 从白小春手下惨败逃生的人 还有脸在这白脸装横 在我面前 不准提那个冥犯 都不小心 找死 Authority 宋缺 待我成为血子 就把你们估值俩出中风 哼 大言不惨 死地不宜久留 我还是赶紧趁 野藏 野在宋圈和雪梅的双周围崖下 居然毫发无伤 糟 大意了 咱明明还没有出气 为何有如此能耐 莫非公体非凡 有什么秘法 现在我和传颂点之间 有七八丈距离 在他们动手前 以我的速度全力冲刺 还有脱身的机会 让我进去啊 你跑得还挺快 刚才那种程度的冲击 你都能好发无损 那只有一个原因 你有所隐藏 不不不 不能再冲动了 现在任何不符合 叶藏人设的行为 都会加深他们的怀疑 夜下 只有老方法还能试一试 先用手 重重地捂紧胸口 再缓缓地走出 一种被严重内伤 透支身体的步伐 然后为了丰富细节 嘴里还需说一些 含糊的字眼 我突然感觉 好了 为什么眼前 也慢慢变黑了 难道是刚才冲击的威力 终于完全发作 让我彻底崩溃了 最后天上点睛之笔 咬破舌头 吐出一口老血 无法 吐血吐成这样 是不是快死了 看来他比咱们生的都重了 应该命无久矣了 叶子 你伤势尽到现在才发作 果然有隐藏防护 难怪当日能逃出 白小纯的魔爪 白小纯 你说什么 我去 怎么还越隐约近了 没人比我更了解 白小纯的实力 你 不可能活下来 你 我 究竟 有什么秘密 叶子 什么情况 你站住啊 破开我里小豆子 小级级 你走回来了 我里小豆子 我将还因为在意见不到你了 快让我看看 小眼神还是那么狗会 小雀白 原始那么憋致 那么令人心醉 我怒家这连日子为你担心的 胸口都痛痛的呢 快来听听 是不是不懂不懂了 恐怖带说 笑你笑你笑你啊 小赵赵 小赵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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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